Leo了世紀 天鹽的無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OK 那這場比賽呢 是阿拉伯 那對手呢 是Viper對上MBL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文明喔 好 那西班牙人呢 是Viper 那Viper呢 他的西班牙人喔 我沒有看過幾場 但我印象中 他的西班牙人喔 跟一般的西班牙人的玩法是不太一樣的 先來介紹一下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每升一個科技石喔 可以立即獲得20黃金喔 而且他的兵工廠呢 是不需要消耗黃金喔 就可以升級的 所以可以省下大量黃金喔 到後期轉出遊俠喔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打法 那西班牙人呢 他的火器單位喔 是遊戲裡面射擊速度最快的文明喔 火炮塔 火炮戰船 還有這個火槍火炮喔 都是喔 所以西班牙人的後期喔 還是要打這個遊俠配火槍喔 會比較適合一點喔 那他的垃圾兵呢 都是全滿的喔 戰毛 疾兵 大肉碼喔 都是有的喔 所以整體來看喔 西班牙人是補弱的文明喔 甚至在團戰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喔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阿茲特克人喔 那阿茲特克人呢 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生旅喔 每一個生旅科技呢 都可以增加生旅的5點血量喔 那到了後期喔 阿茲特克人的龍貫戰爭喔 可以讓步兵加4點傷害喔 但是很可惜的是喔 他的槍兵路線喔 只有重裝長槍兵 並沒有擊兵喔 這一點是比較稍微可惜一點 那阿茲特克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老鷹 重頭 生旅喔 為主的一個打法喔 那他的戰毛兵呢 需到大量強武士喔 可以轉出來紫毛系喔 讓他的戰毛兵變成帝王戰毛的一個特性 OK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經濟配置 那目前看到MBL喔 這邊是三個人伐木 那MBL VIPER這邊是兩人伐木 最近VIPER的配置喔 是比較極限一點的 所以看起來他的配置是沒那麼好學的 欸 這個路是...有點尷尬喔 哈哈 哇 這個路有點難趕了 喔 居然還來得及趕得過去 哇 這個趕路...很穩啊 OK 那木頭呢 待會喔 點到封建時代十八村出來之後 再去補第三個伐木喔 好 這個是我最近觀察VIPER的一個經濟配置的一個特殊打法 那這個的話 這個打法是不能棒棒開局的 但可以更早的快速升到這個封建時代 而且是全文明都適用的齁 所以如果你想要成為世界冠軍等級的玩家的話 好 可以考慮一下 好 那這邊十八坪馬上補到第三 第四 第五個 直接補到木頭五個人 好 十八村 好 右邊這邊先三個人吃 待會可以再考慮再補一個 變成四個人吃過 好 那MBL這邊的打法呢 是比較正常一點的 他的打法是比較古早味 也不是古早味喔 這是大家以前比較認可的一個配置喔 雙伐木場 然後九木 這是正常的配置打法 那VIPER這邊補了一個軍儀 想到這裡再把伐木直接補到了八個人 單伐木場 那單伐木場的優點是可以快速下了均勻 然後木頭也不會有這個缺乏的問題喔 待會也可以下一個馬修 OK 那這邊兩邊的補均勻 那經濟配置來說 有沒有看到MBL這邊是比較晚上一春到封建時代的 那就是這兩者的經濟配置差異性喔 導致這邊有人可以比較快上 有人比較慢上的一個現象出現 那MBL這邊是決定要打老鷹 那VIPER這邊是打工兵 那西班牙的工兵比較尷尬的是 他到了城堡時代喔 是沒有辦法升級上去的 他的西班牙的工兵是稍微偏廢了一點 所以喔 所以喔 這個工兵出太多會有點危險 反正出個八隻左右 就是最多了 不能再多了 六到八隻左右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老鷹 現在是家裡防守 沒有出門 那工兵當了也是喔 最後還在存在家裡 這邊稍微從左邊繞出去 這裡有個洞喔 這裡有個洞可以補一下 好 那MBL看到 VIPER是工兵開 直接鬼轉戰毛兵 好 這邊稍微追逐一下 兩邊打的方法 算是一個很正常的開局喔 好 那工兵直接走個邊邊角角喔 射倒這隻天空熊 OK 好 這裡的果子補到六個人 六個人吃果 超想要把這個果子趕快吃完 好 回家防守 但這個果子應該是不太好守 這樣他只出弓兵的話 你出槍兵也打不贏喔 除非你斬裝甲步兵 好 但六個人吃果的優點喔 就是可以盡情的用這個村民抱團去打老鷹喔 好 就變成四個人把這個果子吃一吃 好 那VIPER這邊是有留了三隻工兵在後面 來看一下這一波的多線 騷擾 前方工兵加入嘛 好 戰毛兵過來 好 上面先跟村民春鬥一下 OK 再把這個老鷹給逼退 後方的三隻弓箭手 直接弄爆 後方的伐木區的村民 但很可惜喔 沒有收掉一村 好 這隻村民想要把他圍起來 好像有機會 但你要圍的話 就要付出村民的性命 哎呀 差一下 VIPER連續兩隻村民都只剩下一滴血 有點可惜喔 好 但VIPER最終呢 還是擊殺了兩隻村民了 還不錯 好 這個戰績 還是不虧的 好 VIPER這邊的資源量呢 已經準備要來點城堡時代了 這邊工兵加肉馬 繼續給對方壓力 讓MBL要出更多的老鷹喔 跟毛兵 去反擊這個工兵 那其實MBL這邊單位可以停下來了 可以不用再出了 但目前對上對手的肉馬 可能會有點難打 轉一些槍兵來打 會比較好一點 好 但這個毛兵呢 一直打不到後方的工兵單位 好 前面打完 前面有一隻小工在騷擾喔 好 VIPER這邊點一下城堡時代 而且這邊已經鬼轉挖石頭了 八人挖石 看來升城堡時代 還是要鬼轉一波西班牙征服者 鬼轉西針 第一根城堡有可能會蓋在前線的位置 可能直接把射箭場delete掉了 這個射箭場應該是沒用了 或者把城堡直接蓋在這個位置 好 西班牙人這邊還補下了一級蛙金 那這邊每一點一個科技喔 都可以增加20黃金喔 真的蠻充裕的 黃金數量 好 這邊直接一個圍石 在這裡圍石 直接遇到肉馬 踢得上去 村民血量很長喔 這三隻 這三隻回家了吧 對 回家種一下田 好 這裡收掉房子 上方的老鷹繼續繞 好 肉馬上去爆砍一波 歐兵拉扯 唉唷 這隻村民 突然迷失了人生方向阿 哎呀 直接走到了生命的鏡頭 OK 好 那MBL這邊事情有點慘喔 損失了四村 然後點下了神寶石帶 好 那阿茲特克喔 也是我 覺得最適合打老鷹爆的文明喔 所以待會阿茲特克喔 可能會先鬼轉一波老鷹喔 然後再打出生女喔 老鷹配生女 然後投石車 是阿茲一個很強的打法 生頭 那MBL的生頭 其實給的壓力是蠻大的 但 遇到現在太多的高手 他們生頭的成功率 欸 有沒有看到這個老鷹嗎 瞬間移動耶 哇 最近這個BUG有點誇張喔 你看這個老鷹 剛剛在這裡 你看 打完之後 瞬間移動 微軟看到了沒有 這個就是那個BUG阿 還是其實是他們在比賽當下的時候 出現的這個問題 可能有暫體遊戲嗎 應該也不可能 這應該真的是BUG喔 老鷹瞬間移動 好扯阿 我們的頻道居然錄到了BUG的一瞬間阿 這個老鷹居然瞬間到了左邊喔 當初有人說這個瞬間移動的這個情況出現 其實那時候有點在想是不是個案阿 但想想不是我自己有遇到 但沒想到這次我在錄影片時也看到了這個景象 所以阿 這個有BUG還真是有BUG阿 並不是大家想的那樣子阿 自己 自己控了沒有印象 並不是 他是真的有BUG OK 這隻老鷹隔牆搓村民 搓到了一些血量 好 西班牆支撲者出來了 那這邊 聖城堡是大家馬上下修道院了 3TC等到有木頭之後馬上補一個修道院了 那如果現在補修道院的話 很有可能 會斷村喔 但還是要趕快補 對這個還是要補 好 按3TC補下來 說明趕快按 看一下 OK 農田數量看起來還夠喔 這裡還有5片田沒有人種 他來到23分鐘了 23分鐘的話就不會有斷村的問題了 那白盆這邊也是3TC開農 然後轉出西班的征服者 好 順利收掉了前線的幾隻槍兵 好 第三個TC下的比較慢一點 說明書稍微被追上了 好 但這一隻僧侶馬上把自己的 生物丟下去 近距離開槍 收掉僧侶 VIPER這邊的細節操作 還順利躲掉戰毛兵的傷害了 那遇到對方打西陣的路線 一定要轉戰毛 配僧侶喔 那慘然擋住對方西班的征服者的燒了 那這段時間喔 就趕快3TC或4、5TC了 趕快農上去 帝王時代喔 轉出大量的老鷹喔 跟這個 時矛器 跟 投石車 還有僧侶 作為阿茲特克的帝王 會比較好 那西班的這邊的話 可能或許要轉大路馬 去做應對喔 會更適合一點 所以兩邊都有克制對方的方法 所以就是要看兩邊的轉兵的時間點 還有這個 誰先升帝王Style 還有TC開始程度是如何 這些都要去納路考量的 那果然MBL馬上補了更多的城鎮中心 VIPA這邊其實也可以趕快再開下一個城鎮中心 把這個城鎮中心補在這個位置 這裡再補一個城鎮中心或是在右邊 但這裡不能下 這裡都是斜坡的地方 不能下TC的 不然就直接蓋這個位置 把這個石頭也挖一挖 因為現在MBL這個打法來說 他的威懾力並沒有那麼強大 僧侶單位加戰毛兵 只要出洛馬就可以解決的 就用洛馬就可以解決的 但如果出投石車防守的話 要害怕對方的僧侶轉出救出思想 所以單靠投石車的話只能半解 不能全解 而且尤其是阿茲特克的僧侶 有血量特別多的關係 投石車一發下去也很難解得掉 這邊MIPA拉了吸增到了這方的高地 投石車已經開始往前 僧侶遭響反擊 但是沒有遭響到 B退走了之後投石車過來 但還沒有點下救出思想 這邊趕快補一個救出思想喔 好 馬上補了救出思想 宗教防樂 救出思想 BIPA這邊神聖思想也補下 也要回轉一波生旅大戰了嗎 那這兩家都是生旅特化文明 西班牙的話是有這個異端審判 增加這個招想的速度 招想的這個翁的這個時間 更少一點 這邊順利把 宗教防樂給點了下去 有移動速度的加成 當然西班牙人這邊是點下了贖罪思想 讓對方的僧侶可以進行招想 喔 投石車砸一發 但沒有砸到 好 那阿茲特克這裡補下了虔誠科技 村術殺毀有被打出來了 83吋對77吋 這毛病上前一點點這個生旅 直接點掉 兩三隻生旅瞬間消失 投石車被招想的關係直接爆開 BIPA這一波直接被反擊了回去 MBL這邊的生旅非常強大 跟阿茲打生旅戰喔 其實我覺得不太明智阿 不太明智 那BIPA這邊趕快要不要買賣上帝王 還是等一下支援 那可能要多補一些城鎮中心喔 趕快開農上去轉這個大陸馬 會更好一點 BIPA直接在前線高地補了一個城堡 要知道MBL要來開稿試了 那看到這邊補一根城堡 但MBL拉的村民數量其實不夠多喔 這裡要取消 這邊會蓋輸喔 很明顯數量上有劣勢的狀況 好 那MBL這邊地方斯大也差了一點點 大概差距30秒左右 後面的西針開始繞囉 好 兩邊都是87吋 那MBL這邊是4TC 那這裡要趕快開一個新的城鎮中心喔 再去訓容會更好 那這裡並沒有去下城鎮中心 而是下個採礦地而已 好我們補下了更多的修道院 結果你還是要蓋城鎮中心阿BIPA 我想說這個不下城鎮中心好像有點拖到經濟了齁 對啊這裡要趕快下 那這是什麼觀念喔 這個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觀念就是 就是你升到的地龍時代喔 當你以高速3TC速地龍上去的時候 你的經濟科技喔 還沒有攀完 你要攀完的話 一定要更多的經濟喔 那轉出45TC喔 是最好的辦法 那這樣的話你的農田的安全度也會比較 更高一點 差不多那種 在外面撒農田 結果撒一撒被人家抓包 至少你還有一個城鎮中心喔 可以讓人家村民可以躲 好 MBL這邊地方是代好 1分10秒左右 差距1分鐘 那BIPA這邊轉出的東西是 傳教室 齊羅生侶 羅子 齊羅子的生侶 那如果跟一般的生侶走在一起的話 移動速度是一樣的喔 當然 傳教室的優點喔 就是可以增加一端審判的 這個招牆射程 還有這個招牆速度 所以還是有他的優勢在了 雖然比一般的生侶的 招牆距離喔 減少了一點 但有移動速度跟血量的優勢在 跟對方的阿茲特克生侶護招 其實不會太過於弱勢喔 因為你就數低血 其實還蠻多的 好這邊開始 攻城 好這邊點下了宗教 這個 神權政治跟霸權 好開始招 正面沒有太多東西 但這邊轉出來的是 衝車 OK MBL回轉衝車 孫女過來招 直接被招掉 孫女叛變要再招一次嗎 好 西針直接往後走 但是撞到了城堡 這也是Viper的操作失誤喔 他應該是知道這裡有東西的喔 後面非常多的戰毛兵過來 想用戰毛解這一坨生侶 應該是有機會 而且老鷹已經貼了上來 並沒有把所有的老鷹給招翔掉 那如果老鷹沒有被招翔 就可以瞬間擊倒非常多的生侶 因為生侶很難招翔掉老鷹 老鷹有抗招翔的能力 而且老鷹打生侶還有額外增傷的效果 MBL直接大獲全勝 但Viper直接轉出了霸權 直接用村民爆打對方的巨型頭石機 還有衝車 這一波的霸權反擊打得非常漂亮 MBL被打給措手不及 後面只剩下孫女跟戰毛兵 饒運的數量非常的稀少 手撕城堡是有機會達成的 哇哇哇哇 這一波是什麼 什麼神奇畫面 這真的是只有世界冠軍等級的玩家 才會看到的奇景啊 手撕城堡太猛了 聰明繼續往前補 OK MBL 被Viper這個霸權打的一個措手不及 但最後還是守住了 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Viper跟我想的不一樣啊 他居然是打一個霸權 而不是打大陸嘛 這真的是有點意外 好這邊村民往後拉 並沒有繼續要往前的意思 後面農場趕快補囉 之後有點開始變少了 好手撕修道院 好繼續手撕工程器製造所 手撕更多的修道院 跟執政中心 跟執政中心 好 這邊衝車又來了 村民趕快拉過來扁一下 哇這個村民打衝車血量掉太快了吧 好後面的村民還在爆打修道院 你每蓋個修道院我就打爆一個修道院 好 當然目前MBL沒有足夠的黃金可以轉出 復兵單位 這裡轉爆勇士或者是老鷹喔 效果都會不錯喔 但現在資源量非常少 手撕城中心速度非常快 這個BD小隊有點麻煩啊 好 但這面的巨井投石機被撿到只剩下一台 而且現在MBL有巨井投石機的數量優勢 好 這裡再繼續修理 好 終於有一些單位過來防守了 我到底在看啥 Ripe的爆名流依舊噁心啊 好噁心啊 好 拆掉了這個市集 下方執政中心也被手撕 MBL雖然村民數沒有減少 但是建築物 產能建築物越來越少了喔 好 校方隊有一頭 聰明也開始爆打這裡的 採抗營地 換Vipe這邊轉出了衝車 哇 結果沒有頂到 聰明直接手撕掉了巨井投石機 後方的山巨頭 拆掉了後方的城堡 MBL直接沒了黃金 黃金 不是 沒了石頭 石頭直接歸零 MBL雖打出了GG 這個打法真的是太有趣了 沒有想到MBL雖 他並不是被打到沒有錢 而是被打到沒有產人啊 其實也是沒錢 就是所有的產人全部被都更 哇 MBL雖有點可惜了 他太執著於要守住這根堡 但確實也該守住啦 如果不守住 確實也沒戲唱 但是如果要打贏這些 西班牙的村民的話 可能要大量的暴龍士喔 才有可能打得贏喔 不然就是要轉強奴之類的 但強奴 阿茲特克也沒有拇指環 要成型的時間也是偏慢喔 所以要怎麼擋這個 這個西班牙的村民暴 其實是有點疑慮的 不太清楚要怎麼打 少猜信喔 連我可能都不太清楚 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前面要夾 然後後面又沒什麼支援 要反擊這些村民喔 其實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OK 那來看一下經濟喔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西班牙人拿到了 四萬四的支援喔 贏了大概五千多的支援的量 就是拿到了2.28的KD 有沒有 這個就是世紀立國 KD值一個很不正的點 你KD值再高 也有可能會輸掉比賽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